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分享生活學習時刻》 我是你們的主持歐子萱,Alice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唐啟豐先生 來跟我們做一個分享的分享 大家好 我知道你是一位九十後,我也是 我們知道你今年是第二年在書展出書 今年的這本書叫做《別怕不一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本書呢? 今次第二次出書,這本書叫做《別怕不一樣》 其實這本書是散文集來的 其實主要是想寫一些關於不一樣的故事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人生經歷的事不一樣 每個人的故事不一樣 其實可能有時候我們特別是年輕人 我覺得有時候很寂寞的感覺 好像沒有人明白自己 又或者有很多人生經歷過的事自己還未克服到 所以這本書其實是想送給每一位朋友 是當時的你可能都是迷惘的 或者是有一些過去的事令到你克服不到 其實這個裡面這麼多篇的故事 都是想希望幫到讀者們去復原 或者是去治癒自己 那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你小時候 你家人是給了一些什麼學習的生活模式 例如,或者你面對過一些什麼的挫折呢? 我覺得我小時候就不同現在的 我覺得我小時候其實自由一點的 我覺得沒有那麼多東西要學的 其實雖然我讀書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起碼很多東西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 有得做我喜歡做的事 那不同現在的就是 很多好像現在的小朋友 很多都是被選擇的 我會覺得 可能很多東西根本不是他們喜歡做 但是家長迫白 或者社會要求 令到他們可能做了很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 那你家人會不會說 幫你報很多補習班 或者逼你去 應該不會 聽你這樣說 你學過什麼課外活動 你是很喜歡的呢? 我喜歡畫畫的 我小時候學過畫畫 那不同 現在的小朋友很厲害的 三歲就八級級的 四歲懂法文 七歲應該是做總統的 那我會覺得其實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就是你看回近幾年社會 我就是不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去玩要給那麼多錢的呢? 其實我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Play Group要這麼多萬元去學呢? 其實快樂或者去玩 是不是真的需要那麼多錢去 去培養 去學玩呢? 那我想 現在兩三歲就要去學玩了 是不是過多幾年要學呼吸呢? 要不要學喝水呢? 要不要學眨眼呢? 那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不是社會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人魂逆魂發生了的一些現象呢? 那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有個問號在那裡的 所以回到這條問題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小時候 興趣真的是興趣 就是真的在心裏我最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要特意學一些東西去比較 或者學一些東西去換取一些 入場圈入中學入大學 那我小時候我就是 喜歡畫畫 那我家人給我學畫畫 就是這麼簡單 自主學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來的 因為你要自己首先有興趣 你才會對… 你才會做得好這件事 如果是被家人迫去做的話 其實就算一至一日 你都排滿貨活動的話 其實你也是不開心的 還有所以為什麼以前 譬如我們父母那一代 他們玩一些可能用雪條裙做出來的玩具 已經很開心 就因為他們的快樂 不是建築在一些很多的錢上面 所以我也很心同感受 因為我家人也是很給自由度學習的 對 所以以前很簡單的 就是一張紙一本畫寶 已經是我的… 我自己的玩具來的 這個玩具可能三元 五元 但是… 真的會有當中有享受 還有有快樂在裡面 那如果你面對到一些挫折的時候 你會是否跟家人商量多 你會怎樣去面對呢 有沒有一個榜樣 你是… 我一定會找他跟他聊一下 嗯… 其實可能現在一個人大了 大過以前 那其實… 漸漸你會發覺其實… 自己解決了 對啦 還有其實人生很多事情 你會發覺九成的問題 你問朋友那些答案 其實你會知道的 嗯… 其實很多事情… 心裡面有答案 心裡面有答案的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找朋友是一個好的書法渠道 情感上的書法渠道 但是實際上解決問題 其實… 你可以靠自己的 那我會覺得… 物質上或者 physical上的問題 其實不難解決的 最難解決反而是心理裡面自己的問題 那… 我會覺得… 一路人越大 你會懂得 一樣一樣去克服 一樣一樣去解決 那…所以… 有什麼難關 有什麼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用自己的經歷 用自己長大的智慧 一樣一樣去克服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近來一個比較… 要闖的難關 或者一個… 一個… 有沒有呢? 還是… 現在已經很順利了 又出了一本新書 不順利 那… 我想近幾個月最大的難題 就是這本書 應該… 因為其實… 五月… 五月… 寫完的了 但我什麼時候開始寫呢? 我四月開始寫的 對了… 今年… 一個月內其實寫完這本書 那… 那…其實… 最大的挑戰是時間 當然… 五十七篇故事 那…我怎樣用五十七個角度 去寫同一個道理出來呢? 那… 它不同一個小說 小說有故事有起承轉合 有… 有些話你可以淡一點 有些話你可以高潮一點 那…但是… 散文的時候 每一篇你都要… 扣緊主題之餘 亦都令到讀者一路看 不會覺得偏偏都好似 千千都一樣 那…所以… 最大的難關就是去想 怎樣不同的… 方法去演繹同一個主題 那…以前其實我在Facebook 一路寫文章 寫了差不多兩年時間 那…其實… 如果有看開的 都會知道 其實我經常都… 講道理的 我很喜歡有一個題目 然後就… 去大家… 講一下我自己的… 心裏面的感受 那…但是… 今次最不同的就是 多了很多故事在裏面 用了很多小的故事 去講一些… 我想講的一些道理 那…其中有一篇 我自己挺喜歡的 叫做 《非典型快樂》 是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呢? 你這麼年輕 不知道2003年有什麼事發生呢? 當然有了 我已經出生了 是的… 那就是沙士了 其實我為什麼會想用沙士去做 其中一篇的主題 就是我會想 沙士個個都會戴口罩 其實… 我在想 有沒有人那段時間 因為戴口罩而覺得很自在呢? 會不會有很多人 其實是不想被人見到自己的樣子 或者沒有什麼視訊 所以需要用口罩遮住自己的樣子呢? 我就用這個出發點去想 所以《非典型快樂》是講香港沙士背景裏面 有一個女生 每個人都很不開心那段時間 唯獨是她很開心 因為她覺得 終於每個人都跟她一樣 可以用口罩遮住自己 去過日常生活 是的… 所以這一篇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 其中一個 chapter來的 叫《非典型快樂》 嘩… 那好像韓國人做完容的 要戴口罩這樣 就是因為那個女生是… 但是你是純粹創作的 還是你… 有一個朋友是真的會這樣 這個是虛構的創作來的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角色呢 我覺得雖然都是虛構 但是其實我相信讀者看的時候 會聯絡到的 可能… 可能… 可能有些角色是… 比起零過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有些角色可能是… 一直覺得沒有人明白自己 有些角色是… 努力了很多 為什麼都是沒有回報的呢 有很多這一類型的角色在裡面 那雖然即使那個角色是虛構 但是她經歷過的一些感受 我相信讀者是會有共鳴的 我想有很多觀眾朋友都… 有興趣可以…想知道 其實… 出書的過程 或者有什麼困難呢 你是自己去找出版商啊 還是怎樣做的呢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很有興趣 想要了解一下 這次是出第二本書 剛才有說過 那其實… 第二本書相對地… 一開始的那些步驟是… 容易一些的 因為這次是出版社找我… 去合作的 那所以… 難就難在後 剛才有說過 時間… 題材上的… 那些東東西西 那… 第一次出書就難很多了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認識我 又未開始寫page 即是由零開始的 那時候就真的… 那時候在美國回來香港 就寫一份 proposal 那時候是… 過程是很艱鉅的 那時候去了每一間書局 每本書揭一次 揭最後那個版 抄下別人的email 是的 接著就抄了二百多… 百多二百個出版社的 聯絡電話和email 就逐間逐間傳 真的的 大海鬧針這樣傳 那我會覺得… 過程是痛苦的 因為… 一直都沒有回音 接著有些很… 難聽的說話 即是可能說 你寫的東西都沒有看 為何要幫你啊等等等等 會有很多的ups and down 很多的起跌 那但是我會覺得… 追夢呢… 我相信你跟我一樣 都不斷追求夢想 可能觀眾都是追求你的夢想 最重要是三個字 面皮厚 嗯… 這個樣子很認同的 真的 我經常覺得… 今天我出到… 你成功了 或者… 你不要說成功了 你得到你一半的… 你想得到的東西的時候 沒有人會記得你之前做過些什麼 還有可能…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肉酸 哇… 你出書 在那裡求人出書 你寫那麼多份 proposal 那誰知道 還有起碼我會夠膽說的是… 我有勇氣試過 那我會覺得… 試過失望總好過錯過失望 做人 那所以我覺得… 不是因為今天我出到書 而我會覺得我無悔做這件事的 而是個過程告訴我 我自己有勇氣的 起碼… 去敢去走出這一步 那所以我覺得… 面皮厚些… 去做你喜歡做的事 香港的教育令到小朋友不敢錯 不敢去…失敗 那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 人生不只是成功才是有價值的 失敗有更加大的價值 那但是… 香港的教育制度 令到很多同學仔… 不敢去試… 不敢去錯 那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惜的是… 令到他們… 一些天分 或者一些想說的話 一些… 創作性的東西 全部都是… 自己藏起來了 那我覺得… 是… 今天香港我見到… 同學仔… 其實面臨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希望… 同學仔… 啊… 分數… 反映不了你的努力 反映不了你的見藝 反映不了你怎樣… 每一次跌低 站起來的那種… 血和汗的 那所以我希望你們記得的是… 即使今天成績表你不合格 即使你DSC那份… 報告卡你沒有星星都好 你要記得的就是… 你自己的價值 不是給那顆星去定義的 那所以我希望你們懂得去… 為自己去… 努力過… 付出過… 自己比那顆星星自己 才是最有價值的 那很多人都會問我… 啊… 那你究竟畢業想做些甚麼的? 那… 但是我現在就是… 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想做一個… 演員啊… 想做一個主持啊… 詩熱這樣… 那…但很多人都會說 那你怎樣去做呢? 那我就… 一步步好像你這樣… 慢慢去… 看看那些… 不同的公司去… 去… 傳電郵給他們 希望有人可以… 欣賞到我這樣… 那… 那所以… 有甚麼你是想跟你… 家人去… 多謝他們… 支持你… 因為應該很支持你… 去追你的夢想… 是… 才可以讓你… 有一個那麼舒服的路去… 去做到… 是… 當然啦… 家人的自由度是很大的… 給我… 很多空間去做想做的事… 那… 還有… 反而我特別是想多謝… 這兩年來… 喜歡過我文字的讀者… 還有… 每一次去講座… 留心聽我說話的… 同學仔…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 創作… 還有… 受眾的關係… 是互相影響的… 有一件事… 不要忘記… 其實書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主旨… 是說… 我們每一天被人影響… 同時我們都影響其他人… 當我… 見回同學仔… 見到他們… 因為我的文字… 因為我的說話… 每一刻的你… 不論你是學生也好… 在做事也好… 你人生可能有迷惘的時候… 甚至你很懷疑自己的價值的時候… 不要忘記… 你每一天都在影響其他人… 你不知道你的影響多大… 但其實你每一句… 你做的每一個動作… 你都可以影響到別人的人生… 那…所以… 不要低估你自己的價值… 和力量… 做人… 所以我覺得… 遇到大家會… 互相欣賞… 和同路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 今天就很多謝… 我們… 和啟風先生來… 和我們做一個分享…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